其實我這種新聞我們常常在看 我這樣說可能對兩位留意 抱歉 這種狗狗 我都用狗狗 這不是人 你如果看這一個人 我們花多少錢 養得這麼大 現在都被共富裕糟糕 這不是狗狗嗎 立法年紀念 不知道就立法 把他們處理 那如果這位教授 這位社會回來就隨便 還在說 其實那是台灣的建設 台灣的企業 做到那麼大的狗狗 以前你看他只有一些兵 還有你不要忘記 他們的軍中是學長學弟制 他們現在這些人 願意做共富裕糟糕 表示他們的學弟裡面 還有很多在我們的軍中 在領導我們的軍隊 這有危險嗎 這樣很嚴重 這是現在我們台灣要對 其實我們台灣能夠團結 不要有這種很奇怪的人 有人有狗 如果大家都是人 我們要對付共費 不是那麼困難 那裡面就出一些糟糕 共費糟糕 結果我們的立法年紀念 不知道定一個比較清楚 你說你像你們這樣 什麼還要領 還領退休金 一個月十多萬 立法委員很實質 我說實在 像這種拖回來就槍斃了 拖一個回來槍斃一個 還去領薪水 這真笑 做什麼國家 一碗怎麼看主席講得很生氣 真的我們一個月要再花十多萬 像這些人 其實不要說主席很生氣 其實我也很生氣 我的個性比較溫和的人 但是我看到這個 我也是 我也抱歉說高小孩 但是我可以說本舍 這真的是本舍 說實在 在二零一六 以前吳施法去參加那個 去聽訊 聽訊的時候 聽習大大小雄威女 在訓話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大家就很不舒服 再來你看陳廷松 就是紀林年 說這是什麼 說我們國軍站立臨 你看那個夏迎洲 跟那個紀立臨 講的都是一鼻孔出氣 意思不算擾臺東沙上空 他們說孫樓正常的 都是一樣的話 所以其實坦白講 我們真的是也是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其實在兩岸 在二零一九 我們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九條之三 我們定一個法 這個我們已經修了 但是當時可能沒有規範的這麼清楚 我們當時下的條文是這樣 政務副首長或者是少將以上人員 退休後 不得參與中國大陸相關政治局 活動 當時記得就是去聽時代大小熊 為你訓話的這些事蹟 有妨礙國家尊嚴名譽 為者可剝奪他的月退縫 那領一次退的呢 我們可以最高儲一千萬以上的 一千萬的罰款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其實我們已經定了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恨得牙養是我們無法處理 其實那個關鍵在於就是言論 自由跟政治活動 我們明定的是政治活動 但是他這種情形 到底是不是算政治活動 這當然大家解釋 有不一樣的解釋 但是 職業軍人沒有言論自由 職業軍人還有言論自由 打仗的時候我就往後逃回來 還有言論自由 我還有不打仗的自由 如果你在台灣 本國 你講什麼言論 我都尊重你 如果你去對岸去中國 去中國的電視台 中國電視台是共產黨經營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治活動 我們修法當然當然 當時沒有把這個共產黨的媒體寫入 我們修法是說 你如果是那個參加 中國大陸相關的政治活動 就像這個医療 他都不敢去 今天医療 你再去聽說聲音 你訊話 我就直接說這個 政治活動 我就把你退休金拿掉了 趕快辦一兩個給我看看 沒關係 就現在都不敢去 所以現在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處理好 但是我們當時沒有輸可 這麼細 就是說你在中國的媒體 我們應該也要把他算作 他是政治活動 所以我今年 我在這裡正宗呼籲 我們的陸委會邱泰山主委 比較辛苦 我們可以跟他定義 像一德相說 今天你在台灣的媒體 講外中國的言論 只要沒有抓到 你是間諜的政績 這個比間諜還嚴重 對 我知道 我現在就是說 間諜還隱隱常常 這個都公開說 我就是告給走狗 你還辦不了他 我們現在是要處理事情 所以就是說 行政有行政的充數 我說就是說 今天我們依法處理 這個法 照理說 就是應該 讓陸委會 主管機關認定 只要你去中國的媒體 替中國公委 批消我們台灣的 這些就是 認定是 政治活動設 替他們共產黨 選團的政治活動